绿灯亮起,小汽车却突然杀停 被堵的驾驶员纷纷鸣敌催促 车里男人揉着眼睛表情明显不适 好心的路人上前查看 亚裔男说,他的眼睛突然失明 现在什么也看不见 卷毛哥好心开车送他回家 谁也没想到,到了家门口丢下他就开车跑了 妻子小美带他来医院检查 人有点多,大家都在走廊等待 医生大山检查眼底发现一切正常 失明可能跟神经有关 但具体原因不详 另一边,偷吃的卷毛哥眼睛开始不对 长发姐在电梯里摸索 天台上男子比划着双手呼救 早上醒来,大山懵了 他竟然也失明了 大街上失明的人越来越多 反常的现象引起了政府部门的重视 这种病像流感一样能够传染 他们将之命名为盲流感 所有感染的人都要被隔离 在那里,所有人都将接受最好的医疗待遇 放心不下的小美谎称自己失明 跟着大山来到隔离所 这里由废弃的疗养院改建 没有生活保障,没有医护人员 只有简陋的病床和冰冷的铁窗 第二批感染者送到 第一个失明的亚裔男 对着卷毛哥喋喋不休 道德沦丧,连盲人的车都偷 两人随后扭打在一起 刚刚成为盲人很不方便 上厕所需要肩搭肩,排成队形 卷发哥不老实,伸出了咸猪手 长发姐显然不能忍,哭吃就是一脚 那高跟鞋踢破小腿,他稍微伤倒地 他们尝试向看守寻求帮助 要点消炎药物 看守却举枪,让他们保持距离 打电话求助,但电话里却无人接听 感染的人越来越多 小美幸运一直没被感染 他将照顾大家当成责任 现在隔离所似乎被遗弃 没有管理,没有规则的约束 大家开始肆无忌惮 有人光着身子随意走动 遇事男女共用,反正谁也看不见谁 遍地都是大小便 隔离所环境越来越差 生活垃圾要靠自己处理 悲观的情绪开始蔓延 这一切都被小美看在眼里 他努力地维持着这里的秩序 这一天,他在厕所里发现了黑大爷 他说出来一个残酷的现实 通过收音机 黑大爷了解到,面对不断新增的感染者 政府除了隔离,想不到解决方法 外面的世界已经一片混乱 大街上不断有人失明 交通事故频发,伤亡惨重 甚至连卫生部长都宣布失明 隔离所陷入一片沉浸 收音机播放的音乐 成了大家唯一的精神寄托 晚上,大批感染者被送到这里来 男人走散,脱离队伍 狙击手冷血,哭吃就是一枪 巨大的枪声引发混乱 相互踩踏,遍地都是合范 三个隔离间很快满园 天亮后,士兵丢出铲子 让感染者自己挖坑填土 大山号召每个隔离间处理一个 三号隔离间全是混混 不仅拒绝安排,还嚣张地表示 以后要优先享用晚餐 卷毛哥的腿开始感染 高烧不止,情况不容乐观 他挣扎着爬到外面寻求帮助 却被士兵一枪送走 长久的混乱状态出现了统治阶层 有腔的胡子哥成为了统治者 他要将全部物资霸占 想要吃饭就得用贵重物品来交换 先天盲人适应力强 是他的军师 帮他分配物资为虎作伤 大山拿着众人的经营手势 却只领到两箱食物 回去就被轰抢一空 情绪低落的他 把怒气发泄到小美身上 长发节赶来安慰大山 无处释放的情绪 让他俩打了一通扑克牌 这一幕都被小美看在眼里 但他选择了原谅 因为大家都是这场灾难的受害者 一个星期过去 胡子哥开始变本加厉 他开始要求用女人换食物 谁也没想到 这些男人不仅没反抗 竟然开始挑选志愿者 更加没想到 没有失明的小美 竟然也加入进来 来到三号隔离间 陪男人打扑克牌 真让人白思不得其解 第二天轮到第二批女同胞 忍无可忍的小美拿起剪刀 来到胡子哥面前 哭吃就是一下 天生的盲人察觉到不对 捡起手枪 徒劳了开了几枪 小美顺利救出女同胞 然而没有感恩 大家甚至提议 找出凶手来换取食物 黑大爷此时站了出来 他忍无可忍 号召大家反抗 小美也承认 自己能看见的事实 他们正准备行动 一个失明的女人却抢先溜进三号房 小火机点燃窗帘 房间瞬间陷入一片火海 惨叫声中 坏人化为灰烬 火势很快蔓延 小美及时将大家带出 想看守士兵求救 却没有回应 门也轻松被打开 女主带着大家走向外面的世界 从隔离所逃出来才发现 忙流感已经全面爆发 曾经繁华的大街上 已经萧条不堪狼藉一片 安顿好大家 小美大山出门寻找食物 看着一群小孩 哄巧忙人夫妇的物质 她并没有阻止 因为见惯了太多的不平事 她已经麻木 超市前 小美让大山等待 独自一人进入超市 货架上的食物 早已洗刷一空 凭借着势力优势 她来到地下储藏室 划开一根火柴 果然发现大批食物 出门时 那食物的味道 吸引大批感染者 他们犹如丧尸般扑向小美 幸亏大山出手相助 成功脱险 看着流浪狗啃食尸体 小美悲痛地闭上眼睛 这个世界已经彻底沦陷了 天上下起大雨 有人拿出盆子罐子 接着雨水就喝 有人在大雨中沐浴 这场大雨 仿佛在冲刷着城市里的罪恶 小美带着隔离所的伙伴 回到了自己的家中 她热情地招待着这些伙伴 夜里 他们围在篝火旁 享受着这片刻的宁静 黑大爷跟长发姐擦出了爱的火花 虽然看不见 却互诉忠肠 关系破裂的亚裔夫妻 在这番不同寻常的经历过后 开始从事以往的点点滴滴 在丰盛的晚餐下 大家举杯开怀畅饮 一切都是那么的温馨 随着新的一天到来 大山小美恢复了往日的感情 亚裔男在吃早餐时 突然惊喜地发现 自己竟然恢复了视力 大家惊喜不已 因为她是第一个失明的人 随着她的恢复 其他人复明的日子也不远了 大家开心地拥抱在一起 黑大爷却独自一人闷闷不乐 她把恢复视力的长发姐嫌弃自己 小美如释重负走向窗前 经历了噩梦般的日子 往后终将迎来新生 这是一部灾难电影 人性的丑陋被无限放大 相互无法看见 人们最原始的本性 展露无遗 全程目睹一切的小美 经历了无助 脆弱 直到最后的成长 相信再也没有困难能打倒她 好了 本期的电影就到这 我是香兰 喜欢的朋友点个赞 关个注 谢谢